在這個之前有一個動作非常的重要 來 攝影機過來這邊看一下 看好 幾乎要拍他下去的樣子喔 有沒有注意到 這手錶是Gami的喔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生少年 在我們頻道一開始呢 有介紹了許多砂輪機的基本使用方法跟技巧 那今天呢 我們要在用不一樣的環境狀態下 教大家一些砂輪機上面的技巧跟使用的進階技能 再來之前呢 我們以前有拍過一些砂輪機的使用技巧 跟一些什麼樣的危險狀態下 你不能使用砂輪機 那你可以看我們以前的影片回顧一下 看當時多心色啊 頻道過了兩年呢 我們從原本有8隻砂輪機的男人 變成有24隻砂輪機了 所以我們的技巧跟我們遇到的困難 當然要越來越兼具才行 首先第一種 當砂輪機遇到崩牙的螺絲 應該怎麼樣對付它 首先我們要把螺絲 弄成一個崩牙的樣子 要用崩牙實在有點難 好 我們假裝它崩牙了 我覺得崩牙很值得拍一集 跟大家介紹 怎麼樣處理崩牙的10種技巧跟方法 首先呢 我們可以從螺絲的俯視圖上面 然後把它畫一個簡單的十字 這樣不管你是套筒式的螺絲 還是內六角的螺絲 你都可以用十字起齒把它取下來 等一下 在這個之前有一個動作非常的重要 來 攝影機過來這邊看一下 看好 記錄要拍它下去的樣子喔 有沒有注意到 這手錶是嘎蜜的喔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囉 直接在這邊切一個十字喔 就是我們這樣子左右兩邊切個十字 Let's Go 一般的老師傅呢 有這個一字就可以用一字起子轉上來了 來 老師傅示範給大家看 好 如果你 不行 你不是老師傅的時候 你也可以切成十字 但是呢 你要記得一個狀態就是 不要把它肉切太薄了 有的時候你也會遇到另外一種狀態 好比說它頭不見了 我們直接把它頭切掉 然後這個動作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你的下刀處 要決定你的火花要噴到哪邊 假設今天我們是為了安全 你的後面都很乾淨沒問題的話 那你切的時候就會這樣切 你看到火花往後射 但是如果今天我為了拍起來好像自己很帥一樣 那我們可以把它往前一點 金貝手錶 你懂好像火花噴到自己很厲害的樣子 沒事不要緊 一般大概 部分螺絲大家做了就做了一半頭自己斷掉了 那我們就 假想 現在我們 不小心又把這個螺絲弄斷了 那應該怎麼辦呢 你看 它現在已經頭斷掉了對不對 那你可能你的一字起子沒有辦法 轉開它來 不過我應該也是可以 我試試看看 你要細細的把它切上一個屁 這個攝影師我覺得你要拍一下鏡卡 這個刀法之純熟 不是我來臭屁 所以你的刀法夠精準 你還是一樣可以解決掉這個崩牙的狀態 但是但是呢 如果假設今天你眼睛也沒那麼好 刀法也沒有非常的純熟 你的撒冷機也沒有那麼的穩定 要怎麼辦呢 你就可以使用 切斷它之後 把它 往下研磨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換到兩片撒冷片 第一個呢 叫切殼片 第二個叫做研磨片 這個東西有一個蠻重要的重點 很危險 大家要注意 切片很容易破片 你在切的時候你的角度千萬不能這樣 你的最極限的極限喔 頂多就是這樣子或者是往斜下切 你千萬不要這樣子 往下壓著切 因為第一個你會傷到你的弓箭本身 然後第二個 很危險會破片 所以咧 我們會換片 用一個方法 就是首先先把它切斷 然後第二個把它往下磨 像這樣 貼到一個刀頭 然後再換研磨片 貼到了刀頭之後呢 然後我們再換研磨片 把這個凸起來的地方呢 從上往下 慢慢這樣子磨 然後把它磨到完全扁平 Let's Go 像這樣子 它就是幾乎已經貼停你的表面 然後你的表面只看得到一點點一點點小螺絲的痕跡 所以這樣子的狀態呢 你之後你只要稍微補一個土 或者是把它噴一個漆的顏色 基本上是完全看不出來你崩啞的螺絲的 當然除了這個東西示範在鐵件上 就是家具上啊 或者是你的一些生活用品上之外 你家的牆壁或者是你家的浴室 也可以用一模一樣的用法 來來來 我們往這邊看 你家的牆壁上 你家的水泥牆上 你家的浴室瓷磚上面 是不是常常會有這種不鏽鋼 然後看起來凸在一根 小朋友走過去被勾到 洗澡洗完澡畫過去流血呢 如果他今天崩牙取不下來應該怎麼辦呢 所以一樣呢 我們就是用切割片把它切斷之後呢 再用研磨片把它一路往下研磨 研磨到跟你的牆壁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來示範給大家看 等一下 你是不是男人中的男人 工業中的僑儲 等一下 你不是被開除了嗎 周邊我沒有賣完 賣完啦 我的50%呢 欠錢還錢 欠錢還錢 飆草 我等一下就給你 你是不是男人中的男人 工業中的僑儲 你怎麼開在這麼 安逸簡單的地方示範給大家看呢 不然咧 來 好 怎麼樣 沒問題吧 各位 所以呢 在研磨機的使用上 如果當你進階的使用的時候 如果當你進階在使用研磨機的時候呢 你有時候會遇到第二個狀況 也是我們在社團裡面 很常有很多很多人問的 當你使用過超的時候 那研磨機片卡住了怎麼辦呢 等一下 我要用一下我眼睛 好多朋友 研磨片 你連要該轉左邊 該轉右邊 你都不知道 這個時候記得一個口訣 你開寶樂瓶的時候 往哪一個方向 這樣子吧 這樣轉緊嘛 這樣轉開嘛 所以研磨機一模一樣 很多人他把它一路切切切 切到非常小片的 你用手轉不下來 用板手轉不下來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可以用萬用的板手 可是這種V形式的 可調大小的 當它卡死的話咧 你只要把它插住 哎 記得剛剛那個口訣嗎 往右邊轉是轉型 往左邊轉是轉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往哪邊轉 左邊 很好 各位小朋友很棒 你的一隻手咧 壓住你後面卡住的固定鳥 右手咧 壓住你的固定棒 然後咧 拿出你的膠錘 這個時候我們要使用利弊的原理 這樣子 好 就開了 總而言之 三不五時的時候 你要學習怎麼樣拆裝你的扎輪機 你只要你懂扎輪機 扎輪機它自然就會懂你 這個道理非常的簡單 等一下 是 你是不是男人中的男人 工業中的巧合 你又想怎麼樣 網路上大家都在學你 學你弄那個弄那個 要弄你的工具牆 我跟你講啦 是 只有在最嚴苛 最極端的氣候之下 才能夠展現你 真正的技術的極端 人為男人中的男人 工業中的巧合 我相信在這麼極端的環境之下 補充燒輪機 也是合理的吧 沒有 現在 地面在哪裡 飛車頭 好了 各位朋友了解了嗎 當然你懂砂輪機之後 砂輪機就會了解你 當你有一天你可以練到閉著眼睛 都可以把砂輪機組合起來的時候 那就是這點呈現的 好 厲害厲害厲害 信了吧 好 砂輪機我們最常用到的另外一種功能 就是除鏽啦 不管你是要磨還是你要除 你都會用到砂輪研磨片 你旭族經常買砂布輪的時候呢 你一買就會一大跌 從研磨到拋光 各種方式通通有 那這個時候你應該怎麼辦呢 首先你要先決定 你要研磨出來的樣子 它到底是呈現什麼樣子 是最終形態 好比說今天是一個老霧 這種老霧呢 如果你要研磨不上它的表面 那你就要從最細的號數去研磨 也就是說號數越高啦 通常你可以從400號開始選擇 就400號以上 如果你不想要傷到它的表面 然後你在研磨了之後呢 你想要還要保有一點 就是它以前的古色古香的話 你就可以用400號 或者是用金金剛 或者是用小太陽 這個之前的影片我們都有拍過 你可以帶回去看 但是呢如果今天你要順便整形的話 什麼叫整形呢 就是把你老婆的臉把它毀掉 就是把它原本的樣子 把它摧毀掉之後 一次把它拋平 好比說就像我們在做拋工研磨的那集當中 當你有一個刮痕的時候 你必須把那個刮痕一路拋到刮痕不見之後 你才能夠去做拋工處理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如果要整理掉它的外型 那你就可以從80號的砂紙來開始使用 那如果呢 今天你是焊接的焊道處理 那你就要可以用更粗糙的方式去使用 基本上呢 你研磨的東西呢 它是有個形狀的 所以你要照它的形狀 照你的弧形去調整你的刀面 那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樣就可以把你的鏽斑給清除了 但是呢 如果今天你要用一些比較簡單 就是不傷表面的方式呢 你就可以用這種紙巾鋼來清除 總而言之呢 只要你懂砂輪機 砂輪機它就是會懂你 那你只要 好你什麼都不用說我知道了 我們在高度97公尺的地方離地面 然後進來的氣壓是1008氣壓 目前我的心跳79 稍微有點緊張 另外呢 我們可以在上面開啟我們的 一個叫做援助通知 也就是說呢 我們摔下去了之後呢 它可以事故通知 它發現你發生事故了 我們掉下去之後 它會發送我們的GPS位置 然後給我們的緊急聯絡人 那大家知道為什麼你到高空作業的時候 要穿高空作業的安全帶嗎 因為這樣你的屁股線條就會很漂亮 重點是當你如果今天掉下去的時候 會有一些人幫助你 或者是旁邊不管有什麼東西可以勾 就是它要生鏽 至少你掉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爭取一點時間保護你的生命 首先呢 我們就要來除我們之前漏水的天花板 大家在之前那支影片有看到 就是會滴水嘛 所以你在重新做防水之前呢 其實比較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先除鏽 除鏽完把一些結構 把紅彈都擦一擦擦乾淨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當我們的除鏽都除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進入一個最後一個模式了 跳傘模式 好的 我們現在把一些麻煩的問題都解決完之後咧 那我們來繼續回答網友們的問題 我們的網友問呢 如果殺輪機不劃線 怎麼樣可以切入準呢 你為什麼不劃線呢 我都把它打開一下 有可能因為上面可能有油嘛 或者是上面有很多奇怪的東西 或者是這個東西不能劃線 好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切之間切得準呢 首先你要先知道一下 你要切的是 阿魯米 無銷鋼 黃銅 黑鐵 還是你要切各種奇怪的金屬材料呢 首先我先蓋你一個觀念 殺輪機它雖然叫做用切的 但是它其實根本不是用切的 它是用磨的 就算你是拿切片 就是我們的中文講切片 它的英文叫做 什麼呢 我真的忘記了 我在IG上面告訴大家 它雖然呢 都是講用切的 但是它其實是運用著高速的運轉 把上面的顆粒呢 碳化器或者是各種它們結合的材質呢 跟你的金屬表面去做磨擦 或者是你的異類材去做磨擦的動作 只是因為它很薄 好 那問題來了 所以因為它很薄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中壓 因為就很容易會破片或跳片 那這個時候要怎麼樣切得準呢 首先你如果把手離開你的工具很遠的時候 你是不可能切得準的 所以如果我們不劃線要切好直線呢 我們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把你的手肘跟身體靠在一起 就是你的膝蓋要微蹲 然後用你的髖骨跟你的腰部呢 去做這樣子的動作 因為你在這樣子的結構下面呢 你的身體才是一個完整的結構形體 那你的直線就可以切得非常準 第二個重點 就是當你在切直線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一次想要把它一次往下壓 你的第一刀 千萬不要一次就把它想要壓到底 而是在輕輕的表面上磨過去 就像這樣子 你就不要去壓 然後聽出來大概這個聲音 就大概這樣子 你用第一條線畫出一個勾 然後接下來第二條線呢 你的勾跟你的砂輪片 它就會很match的合在一起 然後它就會沿著這個勾呢 繼續往下切個直線 所以你要記得不要壓著這樣走 而是這個聲音 很像服貼的 大家可以練習一下這個感覺 然後你之後再啟動 然後去切它 PB說我們現在心中拉出一條直線 然後在它中間 那我們現在就用剛剛的方式 畫出一條壺溝之後呢 接下來沿著這個壺溝切 那麼你就會切出一個漂亮的直線了 不用畫線 好 下一題 為什麼我們不能用砂輪機去切木頭呢 這個各位朋友 這個道理非常的簡單 切金屬的砂輪機切片是長這樣的 切木頭的砂輪機切片是長這樣子的 不過其實它根本就不是適合 拿來裝在砂輪機上面的東西 撐上一題 我們在說切割砂輪片的時候 其實它是用研磨的方式 這樣是叮叮叮叮叮叮 一點點把東西的材質破壞掉 這種鋸齒狀的呢 你看它的間隔非常的大 所以它的反作用力相對之下也會非常的大 連我自己在使用的時候 我都是盡量避免 最好只會是人家拿槍紙的我 或者是今天 不論如何我都不想用的東西 其實它頂多適合是放在那種 小型的圓鋸機上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去切割木頭 你寧願拿手持的鋸 或者是呢 你應該用這種鋸電磨切機 也就是把它上面的頭 變成那個尖尖的可以這樣 慢慢抖 把你的小木頭抖掉 這是讓你在一些狹縫當中去使用的 如果你要切一個很長的木頭呢 那你應該就要用圓鋸機 就像這樣子 然後你要靠著你的木頭那邊 把你的自鋸軌道壓上去 這樣子 然後靠著它 然後就可以 這樣一路切過去了 三小日子很常用 總而言之 千千萬萬不要拿這個東西來裝撒板片 真的不要 而且當你使用這種鋸片的時候 它反彈了回來 運氣好你會稍微被切掉 或者是你戴到一點點 手套的時候它會被磨掉 但是如果是這種鋸片的時候 你下去是手指會直接不見 極度危險 極度不建議 所以各位小朋友跟各位網友 如果你覺得你的生命 沒有價值到超過2500塊 或者是你寧願用5000塊 來更換你的性命的話 那你就不要買這個東西 去買一台裝裝機來用 好 收走 解決完網友們的問題之後 還有任何人有對於 渣輪機的問題吧